这是我们便携的油液颗粒技术器 开机之后这是一个界面 设置测试数据胶准数据 然后清洗 首先咱进入设置界面 然后时间什么的这些都好说 然后最重要一点是测试设置 然后测试一般我们测试三次到五次 取一个平均值 这回我们可以设置三次 然后预浸样是因为管道是空的 我们刚开始要把这个管道充满 一般的话这个管道长短 你看这个大概15毫升左右就可以 然后测试体积一般选五毫升或十毫升都可以 然后其他的你看一下各个界面 然后直接点确认就可以 然后进入第二项测试 有在线测试跟离线测试 在线测试是连带管道中进行测试 离线测试是取样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方式 然后把油样放到瓶子里面 进行取样测试 然后标准测试跟自定义测试 一般的话就是根据标准进行检测 然后你选择相应的标准 NAS 1638运标还有ISO ICE GOST这些常见的标准 我们选择相应的标准 直接点测试就可以了 现在是一个预测样的过程 就是先让油液把管道充满 这边有一个状态的一个显示 标准选的是什么标准 测试的体积是多少 测试次数都有一个显示 现在开始正式的第一次测试 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直接打印 我这是测试了一次 直接就可以打印它的测试结果 测试了一次 然后平均值 然后污染度等级都有一个显示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返回 然后进入 测试完成之后 咱进入主界面 然后底下有一个清洗 点清洗 然后先排空 然后那个油液界面 离开 然后点排空 先把管道里的油液排除掉 一先把管道里的油液排标上 如果感觉到里面 你非常感觉到最新的飞 热的油液排标上 热水灵成 排空掉之后你返回 然后进入清洗 这样的话选择石油米作为清洗剂 直接把这个管道伸到石油米里面进行 比如选择次数 一般根据油液的粘度 粘度比较高比较脏 你可以选择五六四或七八四 一般的话比较干净的 你可以选择三次 直接点清洗就可以了 清洗完之后 把这个石油米再把它排空就可以了